96岁的老人依然可以上山砍竹子 种地 103岁的吕美华侨还在为家乡筹款建学校 这里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里的长寿老人又有哪些养生之道 台山 小乡人长寿招招先 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广东省台山市是著名的华侨之乡 台山市人口不足百万 但生活在这里的百岁以上老人就有一百多位 而且这些长寿老人大多生活自理 身体硬朗 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已经96岁了 但是他依然可以上山种地砍竹子 这位老人是一位吕美华侨 虽说已经是103岁的高龄 但他仍然不思辛苦地为家乡筹款建学校 不过这在台山可不是什么稀奇事 那台山为什么能拥有人数众多的长寿人群呢 我们蓝幕组的记者为此两次前往台山进行调查 这天我广东省台山市上川岛的北斗乐冲村 一大早就热闹起来 差不多全村的人在为一位老人的寿宴忙碌着 北斗乐冲村只有十多户人家 小小的村落 道路四通八道 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 无论谁家有事 全村人都会前来帮忙 今天的寿星是八十四岁的李承父老人 他还有两个哥哥 九十七岁的大哥李承春 和九十五岁的二哥李承基 兄弟三人感情很好 遇到问题总是相互商量 做饭 劈柴 还有地理的农活 他们都干得得心应手 他们的家人特意拿出了一张 珍藏多年的照片给我们看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66年 邻居们说李承春三兄弟的爷爷奶奶 都曾经是这一代为人亲和 德高望重的老人 奶奶活了九十六岁 爷爷活了一百零三岁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村里人告诉我们 这三兄弟并不是台山最长寿的老人 最长寿的老人在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水布镇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近年来台山市的百岁老人不断增多 并且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台山的广泛关注 这天我们前往水布镇的百岁老人汤魏初的家 据说汤魏初是目前台山最长寿的老人 我们来的时候老人正在院子里干活 当我们向老人询问他的年龄时 老人说他活了太长时间已经不记得了 老人询问他人的老狗 民国共难啊 共主义 这些水山的给他耕耍嘛 那他们 母亲做什么 母亲啊 母亲啊 他说是母亲的 护后本上母亲的这个年龄日期 这个是根据哪个上面的记录来的 是依据什么来写 是会跟人们发博忙 跟我们去玩 他说是这样的 以前的老护后本也是这样 根据护后本上的记录 汤魏初老人出生于一九零二年 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八年 这样算来他已经一百一十二岁了 在台山像汤魏初这样身体硬朗的老人 还有不少 这位正在砍柴的老人 就是我们偶然遇到的 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位动作麻利的砍柴老人 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了 老人告诉我们 每天早晨 他都要砍些新鲜的竹子 拖到屋后晾晒 顺便把已经晒干的竹子 劈成小段 在广州工作的儿女也曾将老人接到城里安度晚年 可是没住上几天 老人就急着回来 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在乡下的生活 这是你搭的鸡棚是吧 都是您自己搭的 你养了多少只鸡啊 四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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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养这么多鸡干什么呀 忙活了一个早晨 本以为老人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没料到他转身又出了门 我们跟着老人到了邻村才知道 闲下时间 老人经常到邻村和几个老友一起玩玩麻将 排友们的年纪大都比老人年轻几十岁 但提起老人的排忌 他们都甘拜下风 近百岁的李如爱老人 不仅手指灵活 思维反应速度更是令人称奇 就在我们还没有看清楚排局时 老人已经棋开得胜 在我们与李如爱老人相处的一整天时间里 他几乎一刻都没有闲着 就连跟我们聊天时 手里还在忙着忙当 也许生命在于运动 就是李如爱老人的长寿之道吧 当我们问到老人还有什么养生的方法 老人说自己也说不明白 不过每天用温泉水洗浴 是自己几十年来的一个习惯 李如爱老人所在的村庄 是远近闻名的温泉之乡 李如爱老人说的温泉 就在街道旁边一个很不起眼的胡同里 这里有一处泉影 村民们在这里自发修起了一座温泉池 每天都有村民到这里来洗温泉液 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来洗温泉的人 在临走时都会接上一桶温泉水 带回家给家人使用 难道这温泉水中 真的蕴藏着使人长寿的玄机 事后我们得知 微量元素学会的专家 曾经对台山的温泉进行过分析论证 结果表明这里的温泉当中含有硫丝 偏硅酸等微量元素 这样的温泉热浴不仅可以使肌肉关节松弛 消除疲劳 还可以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 但是并非所有的温泉资源 丰富的地区都是长寿之乡 看来除了温泉之外 台山人的长寿还另有原因 在接下来我们的调查当中又得知 台山市土壤锡的平均含量达到了0.66毫克 远远高于中国土壤 负锡0.4毫克的标准 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土壤锡含量的最高值 因此台山的农作物中锡的含量也就明显高于周边地区 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微量元素专家赵林教授 因为锡这个元素它不像别的元素 它是全部极不均衡 我们中国科学家的一个贡献就是发现 锡这个元素它有抗氨化能力 我们大量的疾病都是自由剂引起的 它能扑灭自由剂 你不就预防疾病吗 现代科学研究证实 一个地区食物和土壤中锡含量高低 与癌症的发病率有直接关系 而台山靠近南海 是广东海岸线最长的地区之一 盛产大量富含锡元素的鱼 虾及一些甲壳类海产品 除了长期使用这些海产品之外 台山的长寿老人日常的饮食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我们来到了百岁老人冯如茂的家里 老人的儿子参亲戎正在为母亲准备午饭 参亲戎说别看母亲已经一百零四岁 但是食欲非常好 每顿都要喝一碗汤 吃一整碗米饭 我们发现老人餐桌上的食物非常清淡 提起母亲的养生之道 参亲戎认为除了饮食清淡外 更重要的是他会给自己开芳治病 这个是什么 这是凉茶 我现在就是自己的 叫我去买 来自己去买凉茶 研发 乌发 这是外患 每天他都要喝这个吗 不是 不是每天 就见到自己的业续 到他就去买 就买饭就坏了 凉茶其实并不是茶 而是中草药煲出来的药汤 台山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状况 对症饮茶 台山人生活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家家户户都懂得保健 保健的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台山人每一顿饭都有汤水 那个汤很讲究的 自己开放得多 比如那个茶要暖肠胃 他马上用鸡椒物包污道 如果清肠宴 他可以买那个什么 山药 那个还有 我们叫的乙妈呀 乙米呀 那个冷口汤 黄建云告诉我们 台山人的饮食 最值得一提的 莫过于喝早茶了 每逢周末或假日 台山人便扶老邪用 或约上三五支起 在茶楼小聚 104岁的马文慧 是台山有名的老兽型 喝早茶是马文慧老人 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的生活系统 如今已经百岁高龄的他 对喝早茶依然情有独钟 刚到茶楼就遇到了熟人 看来他的确是这里的常客 过了百岁之后 由于怕家里人担心 老人进茶楼的次数 比之前少了很多 今天在这里 见到了久违见面的老友 他显得格外开心 以茶代酒 频频举杯 上茶馆啊 酷酷茶 大家谈谈心啊 对啊 还有说说 今年的生活好不好啊 你爸爸在外国 现在好不好啊 都得谈这个家事 对于人的心体啊 心心啊 健康很有好处 结束早茶回到家后 老人最喜欢在自己搭的这个庭院里 读书看报 马文慧老人 共养育了八个子女 祖孙四代 三十多位家庭成员 大都生活在美国 只有儿媳方翠兰 和孙女马金凤 留在台山 负责照顾老人的起居 正说着 老人从口袋里 拿出了几把钥匙 老人说 孩子们总是丢三落四 丢了钥匙 还要问他要 所以 现在家里的钥匙 干脆都由他来保管 我们向老人请教 他的长寿之道士 他独特的理论 令我们耳目一新 他说他母亲 二十六岁才生下他 头一胎 就是生了他一个 就 所有好的都给他吃了 他说如果二十五岁才加分 二十六岁生小孩的话 那些人都会长寿了 就是说不能太早加分 太早生小孩 这是爷爷总结 马文汇老人对于长寿的解释 确实别出心裁 采访中我们发现 对于如何能够健康长寿 每位老人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和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过热爱生活 乐观开朗 喜欢劳作 是这些长寿老人的共同特点 走一里路到菜园子里挑水 浇菜 是一百岁的关月荣 平时当作消遣的一件事 除了挑水种菜以外 到码头上挑沙 在家里做饭 所有年轻人能干的家务活 关月荣都一样能干 关月荣家住在台山市上川岛的沙堤鱼港 从早到晚 这里都有大大小小的渔船 进进出出 老人习惯每天拿个小凳子 在港口旁做绸缸 绸缸是用渔线穿过渔网上的高速孔 最终固定在渔网上的一种手工活 横烤眼力 可一百岁的关月荣做起来毫不费劲 一会儿就能穿一大堆 四十多岁的孙媳妇杨德蒂 在一旁笑着说 自己的眼睛现在开始老花了 很多时候穿线还要请奶奶帮忙呢 后来杨德蒂告诉我们 他这样做是故意的 因为很多时候老人都需要别人鼓励和认同 而且要让他们感到家人依然需要自己 关月荣遇到什么事都想得开 家里人凡事也都会先听听老人的想法 一次小偷把关月荣攒了几年的钱偷走了 家里人既生气又难过 但老人却开导大家说 钱丢了还能挣回来 可身体气坏了就太不合算了 乐观地面对现实 忘掉不愉快的往事 保持良好的心态 也许这就是关月荣安乐度日 一想天年的长寿之道吧 台山是一个华侨之乡 室内人口不足百万 但旅居海外的台山籍人口 却有一百三十万之多 在台山像这样由华侨圈资修建的 桥梁亭线随处可见 海外游子们在用这样一种方式 表达着对父母对乡林 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这位老先生叫旷闻赤 今年已是一百零三岁 气坏了 这个就是身体问题 生活中的他总是风趣幽默充满了活力 身体保持健康 如何保持身体健康呢 邝文赤是祖籍广东省台山市的旅美华桥 在台山人们无论老幼都亲戚地叫他赤博 在人们的印象中上了年纪的老人能够处置好自己的生活琐事已经很不容易 更不用说还要操心社会上的事物 然而今年103岁的邝文赤每年还要从美国往返台山起刺 目的是为家乡筹款建学校 在香港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的邝文赤 75岁才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 身在海外 但心里始终牵挂着故乡的邝文赤 从1979年开始 回过捐资筹款建学校 30多年里 他筹款6000多万元 在广州和台山创办了多所学校 虽然年过百岁 但邝文赤的事业心依然青春勃发 我希望再做十年 一拍一十岁 做到一拍一十岁 我动的都要做 越做多就变成最健康 有个目标 人生有个目标 他就变成有个期望 有个期望就抚起自己的勇气 发布全身的细胞的热量 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毕业的能力 我们去做感觉 锻炼身体 和大家一起开心说笑 是邝文赤每天的必修课 他认为身体健康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心理健康才能活得有质量 总是说自己心理年龄 只有六十岁的邝文赤 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生命总是需要一些目标来营养我们 如果一位老人他想的是 还能为这社会奉献什么 还能为子女奉献什么 还能为周围的人奉献什么 第一 他的那个能量是无限的 第二 他的心是开朗的和快乐的 他的人际关系是好的 所以他就会越活越高兴越有笨头 所以即使老人也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有责任的人生 有目标的人生 中国儒家说修德益寿 唐代孙思苗也说 养生之道重在养神 养神之药重在养德 德行不全 纵服玉叶金丹 未能原寿 人们确信 养德对于严寿的作用 超过任何灵丹妙药 相当于我的健康是可以时 我直成希望还有机会 向月球探望我们圣恶者 探望他生恶者 他们在下面几千年里 很渴望你 今天有机会见你 跟着快乐 这么好 人生一落牙了吧 养好的心境 博大的胸怀 或许这就是 旷文赤老人养生长寿之道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